为什么热恋的情侣感情越来越淡 为什么天才和疯子总是一线之歌 为什么雄心勃勃的结识计划总是以失败告终 这取决于大脑中的一种单分子结构 多巴胺 这种化学物质控制着人类的欲望 想象冲动创造力 出乎意料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了解多巴胺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决策和生活的 能够帮助我们充分发挥大脑的潜在功能 提高办事效率 在工作和生活中获得更好的表现 贪婪的多巴胺 丹尼尔利伯曼迈克尔一朗作品 起初神创造天地 前沿 抬起头 向上看 低头向下看 你看到了什么 你的手 桌子 地板 也许还有一杯咖啡 一台笔记本电脑 或者一张报纸 它们有什么共同点 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触碰到 当你向下看的时候 你看到的东西都是你够得着可以控制的东西 你用不着计划努力或思考也可以移动和操控它们 无论它是你工作正来的 他人赠予的还是因为运气好得到的 你低头时看到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你的 是你拥有的 现在抬头向上看 你看到了什么 天花板 墙上的图画 或是窗外的东西 树木 房屋 建筑物和天空中的云彩 以及远处的事物 它们有什么共同点 要触碰它们 你必须计划思考和计算 需要花点精力来协调 即使只是一点点 与我们向下看到的东西不同 上方的东西是我们必须思考 和付出一定的努力才能得到的 这个区分听起来很简单 事实上也不难 然而对大脑来说 这个区别是一道分界线 它的两边是两种差别极大的思维模式 这也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 应对世界的方式 在你的大脑中 向下的世界 有一些被称为 神经地质的化学物质所控制 它们让你体验满足感 享受你当下拥有的一切 但当你把注意力 转到向上的世界时 你的大脑则依赖另一种化学物质 一个单一的分子 它不仅让你突破指尖所指的 而且激励你去追求控制 拥有你无法即刻抓取的世界 它驱使你去寻找遥远的东西 不仅包括物质的东西 也包括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知识 爱和影响力 无论是去拿桌子对面的盐屏 坐宇宙飞船飞向月球 还是敬拜超越时空的神 这种化学物质都能跨越地理上 或想象中的距离 给我们下达指令 我们把向下的化学物质称为当下神经地质 它们能让你体验眼前的一切 让你立即品尝和享受 或者做出战斗或逃跑的反应 向上的化学物质则不同 它让你去渴望你没有的东西 并驱使你去寻找新的东西 你服从它 它就会奖励你 你不服从它 它就会让你痛苦 它是创造力的源泉 甚至是疯狂的源泉 它是上瘾的关键因素 也是康复的途径 它让雄心勃勃的管理者 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成功 让成功的演员 企业家和艺术家 在拥有了梦想中的金钱和名望之后 还会继续工作很长一段时间 它使得生活美满的丈夫或妻子 不顾一切地寻找婚外的刺激 它是一种无可否认的欲望的源泉 这种欲望驱使科学家去寻找解释 驱使哲学家去寻找秩序 理由和意义 正因如此 我们仰望天空寻求救赎 也正因如此 天堂在上 地球在下 它是我们梦想发动机的燃料 也是我们失败后会绝望的原因 它是我们不停探索和成功的原因 也是我们有所发现和生活富足的原因 它也是我们不会一直很快乐的原因 对你的大脑来说 这种单一的分子是一种超级多用途设备 通过成千上万个神经化学过程 促使我们获得超脱的愉悦 去探索我们想象中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宇宙 哺乳动物 爬行动物 鸟类和鱼类的大脑中 都含有这种化学物质 但没有一种生物拥有的数量 有人类这么多 这既是一种福报 也是一种诅咒 既是一种动力 也是一种奖励 它形式简单 包含碳 氢 氧 氧三种元素 再加上一个氨原子 但产生的结果极为复杂 它就是多巴胺 一种讲述着整个人类行为的故事的分子 如果你现在就想感受它 如果你想让它来掌控你 你可以这样做 抬起头 哦 想上看 作者留言 我们在这本书里讲述了 我们能找到的最有趣的科学实验结果 其中仍有一部分不是定论 特别是后面章节中的实验 此外 为了使材料更容易理解 我们大幅删减了一些地方 大脑非常复杂 即使是最老练的神经科学家 也必须做一些简化 才能建立一个亦被理解的大脑模型 此外 科学本就是混乱的 有时研究结果相互矛盾 我们就需要花时间 来理清哪些结果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去仔细分析所有证据 读者可能很快就觉得乏味了 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些关键的研究 它们已经以某种重要的方式 影响了这个领域 并反映了科学共识 如果已达成共识的话 科学不仅混乱 有时还很怪诞 科学家可能会用奇怪的方式去理解人类的行为 这与研究室管里的化学物质 或者研究活人身上的感染都不同 大脑研究人员必须找到 在实验室环境中触发重要行为的方法 有时是有恐惧 贪婪或性欲等激情驱动的敏感行为 我们在书中尽可能地选择了突出这种怪异性的研究 任何形式的人类研究都很棘手 这和临床护理不一样 在临床护理中 医生和病人的目标是治疗疾病 所以他们会选择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让患者康复 研究的目的则与此不同 它是为了回答科学问题 尽管科学家们总是努力将参与者的风险降到最低 但科学必须是第一位的 有时实验性的治疗可以挽救生命 但研究参与者通常也会面临在常规临床护理过程中 不会出现的风险 参与者通过自愿参与研究 牺牲了自己的安全 为其他人造福 如果研究成功 病人将享受更好的生活 就像一名消防员冲进燃烧的大楼 去营救被困在里面的人 他选择为了他人的利益 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当然关键的因素是 研究参与者需要确切地知道 他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这个过程叫做知情同意 通常会被写成一个冗长的文件 解释研究的目的 并列出参与的风险 知情同意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系统 但不完美 参与者有时不会仔细阅读 特别是在这个文件很长的情况下 有时研究人员会故意忽略一些事情 因为欺骗也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单总的来说 科学家在研究人类行为的奥秘时 会尽最大努力确保参与者 心甘情愿地成为合作伙伴 和心甘情愿地成为 有时研究人类行为的